已 Shh OhNo 嬰儿了 我的想日葵挂掉了 这是什么情况 等等 我知道了 真相是闻 昨天晚上 想日葵唱歌 朝孝娃种在睡觉的坚果 愤怒的坚果 用她好大的肥肉 你全家都中 我这个小可爱也就500斤 入住的坚果 用它跑大的体重 以下就把上水腿压扁了 用我的人格担保 事实就是这样 大家同意他的观点吗 同意评论一 不同意评论二 让我们现场演示一下 Let's go 哦哦 豌豆缩手 你猜错了 等等 再给我一个机会 不要 救命了 啊 这是什么 一个蛋 让我们打开看一看 Let's go 什么 竟然是新奇暴龙战车 X2 龙装战甲的玩具 嗯 这是一个非常炫酷的机器人玩具 它的名字叫电磁救护车 还有第二种形态 哦 可以变形成为救护车形态 哦 天呐 这看起来也太炫酷了 小朋友们 我们赶快打开看一下吧 哼哼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是它的机器人形态 哦 它的身上有白色 黑色 黄色和红色 看起来非常的帅气 对了 它的腿上还有红十字的标志 现在呢 我们将它转化成第二种形态 嗯 我们需要摘下机器人的头部 然后和三角龙的身体 拼接在一起 将将 拼接完成了 这个呢 就是迷你电磁三角龙 它的头上 有三只尖尖的脚 还有一个巨大的脚盾 它的身体看起来非常强壮 哇 那现在呢 我们开始将它变成救护车形态 首先我们需要翻转机器人的身子 再将前面的两个零件合并 哇 快看 救护车的头部已经出现了 接下来是翻折 旋转机器人的胳膊 再次翻折 扣紧 将它整个翻折过来 然后将零件的卡扣扣紧 接着呢 我们拿出来这个零件 将它打开 分别安装在救护车的左右两边 变形完成了 这就是它的救护车形态 但随着警示灯和闪烁的警报器的呼啸声 毫无疑问 一辆救护车正赶往一个紧急呼叫的事故散场 哇 小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